我這樣子講 我當初一開始在研究技術分析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我研究大概至少有20種技術 到最後我發現RSI它有幾個優點 我們拿一次親身的經歷 我相信那一天大家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就是今年的3月19號 我有看你的視頻我知道 這一波行情就只有 永年副總跟RSI P0抓到 就我認識的啦 可能還有其他的 歡迎收看金錢戰隊 每次用最短時間檢討今天前進明天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一樣長 今天再度請教這個全球華人最紅的分析師 林永年副總 副總好 大家好 好 副總在這個股市已經打滾了46年對不對 是的 那大家知道46年以來呢 這個永年副總他最厲害的秘密武器呢 其實是有一招叫做RSI 今天呢只要看過這一集呢其他集都不用看 不是啦 這一集呢是讓他知道到底為什麼副總可以 這46年來呢靠一招RSI呢打遍天下無敵手 無敵手 要當衝也可以 要做波段也可以 所以先來教一下大家到底什麼叫做RSI OK 好我們先看一下什麼叫RSI 我們先講說RSI這一個技術指標 等一下我先問你 這麼多技術指標 有KD指標 MCD RSI 心理線等等等 為什麼你當初會情有獨鍾RSI 我這樣子講 我當初呢 一開始在研究技術分析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其實我研究大概至少有20種的技術指標 到最後呢我發現RSI它有幾個優點 第一個它的反應最靈敏 反應最靈敏 對 怎麼叫反應靈敏呢 譬如說今天建高點 它最慢明天就會告訴你說 昨天是高點 那你想說還會落後一天嗎 事實上你如果看著滾瓜爛熟的話 你會知道 當天建到最高點 你就已經知道是最高點 對 那可是KD指呢 KD指它還不錯 它是個不錯的平滑曲線 對 那這個平滑曲線呢 它稍微慢了一點 它慢了一點 它有的時候會慢個兩三根K棒 所以它不算同步指標 不算同步指標 有時候會慢一點點 那落後最多的是誰 MACD MACD呢 它會落後4到6根K棒 4到6根K棒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你如果是看月線的話 你會有4個月到6個月 落後了一季耶 這也太久了 4個月到6個月 OK 所以呢那個反應很慢 這個反應是最快 所以你綜合比對之後 你覺得RSI最好用 最好用 而且呢 等一下我們還有講 它還有一個秘密 這秘密武器裡面 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這厲害 那我們先讓大家理解一下 到底什麼叫RSI 總要知道一下是什麼東西 這RSI呢 它的中文名稱叫做 相對強弱指標 什麼叫相對強弱指標呢 它就是呢 用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它到底是漲的時候多 漲的幅度大 還是呢 跌的時候多 跌的幅度大 所以就是買賣的力道 雙方力道的強弱 那它這個優點在哪裡 它不占是考慮了漲跌的幅度 也考慮了走勢變化的程度 聽起來很玄耶 對 這個好像繞口令一樣 對 漲跌的幅度 變化的程度 那你如果呢 看不懂的話 沒有關係 就不要理它 對 因為我也看不太懂 對 OK 那計算公式 計算公式 我們以6日RSI來算的話 你就 在過去這6天裡面 它平均的漲幅 然後除以呢 分母是6日平均的漲幅 加上6日平均的跌幅 然後用6日平均的漲幅 然後用6日平均的漲幅出 然後再乘以100 乘以100 就是百分之多少 這個樣子 大家還是覺得頭很暈 頭暈了齁 沒關係 這不重要 OK 因為現在呢 電腦會幫你算 對 反正永連副總就告訴你 RSI他認為最好用 對 相信永連副總你就去研究RSI 沒錯 那電腦幫你算好那個數值 對 看電腦就可以了 對 那這個數值 基本上怎麼做一個劃分呢 OK 好 因為它是百分比的這個概念 所以呢 它的最小值是0 那最大值是100 100 就是100 那中間值當然就是50 那50呢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打麻將 我相信應該蠻多人會打的 那所以學這個就很快 打麻將裡面有個數語叫什麼 147 258 369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258的概念 258剛好中間就對了 50 就是中間值嘛 20 80以上的話 就是超買了 那你要考慮要站在賣方 對 那20以下呢 就超賣了 那就考慮要站在買方了 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解釋耶 聽258萬就對了 對 這個邏輯還不錯 258 這樣子一分出來 20 50 80 沒錯 80以上記得喔 要考慮站在賣方 要站在方 20以下呢 可以考慮站在買方 站在買方 OK 講很會講 我們直接套在 K線上面應用 OK 好 我們來拿一次親身的經歷 我相信那一天 大家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就是今年的3月19號 就是最恐慌的那一天嗎 54跌到85 239 23的那一天 對 就是在這一天 在這一天 那這一天呢 發生什麼事情呢 其實喔 這一天你看一下 它6日RSI跌到多少了 3.51% 比20低很多耶 低很多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個教科書上告訴我們說 跌破20就是要找買點 找買點 那問題是要跌破多少 對不對 20到1 那個到0 那很多耶 那個距離很大 OK 那這一天呢 它這6日RSI跌到3.51%了 低不低 非常低 那到底有多低呢 它創了30年來的第二低 第二低的紀錄 它是2015年以來的最低 好 那麼我們就要回頭去看 2015年呢 它跌的 它的這個 6日RSI跌到3.04% 3.04% 對 跌到3.04%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大漲 就大漲 大漲 漲翻了 所以你是要跟大家講 今年的3月19號 是 6日RSI跌到3.51的時候 你覺得未來有可能會大漲 我有看你的視頻我知道 這一波行情就只有 永年副總跟R4P0有抓到 就我認識的 可能還有其他人 但是這兩個 確實有抓到這個轉折 對 然後呢 這個當場就進去買股票 是 好 所以這個就告訴 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告訴我們說 你如果能看得出來 RSI 什麼時候是買點 什麼時候是賣點的話 這個要輸錢都很難 是 不贏錢都很難 而且這是真的天上掉下來禮物 對 30年來第二低 對 其實我在3月18號當天 就已經注意到了 因為3月18號當天呢 它就已經跌到 它這個RSI 6日RSI就已經跌到3.9%了 那已經創下這個30年來第二低了 對 所以我們就來看 3月19號還有沒有更低 真的有更低 是 那再不買那真的對不起良心 如果你沒有學RSI的話 你觀看K線 你會覺得 嚇死了 嚇死了 但是你如果對照 6的RSI相對的歷史低檔 對 你反而會開始興奮 興奮得不得了 對 趕快找買點 對 拼命吃增進去 好 這個是初步的一個 讓大家了解RSI怎麼用 對 那下一個問題來請教這個永年副總 這個RSI你剛剛說80以上要準備賣 20要買進 對 那如果再細一點點來看的話呢 還有一些有人說 RSI有背離啦 還有一些不同的數字 對 怎麼做觀察 OK 好 那麼它背離有兩種 跟思思有兩種是一樣的 牛市背離呢 就是指數創新低 可是呢 RSI沒有再創新低了 那熊市背離呢 就是空頭背離嘛 就是指數創新高 可是呢 RSI沒有創新高 副總 我都是要臨時抽問你 為什麼叫背離啊 背離是怎麼來的 就背離是怎麼來的 對啊 這個詞怎麼來的 OK 其實喔 在這個民國67年 在1978年 這個RSI呢 這個一個美國人 剛剛發明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沒有所謂的背離的 就是呢 RSI譬如說它超過80了 你去賣 大概就不會錯 它就跌下來了 然後20一下去買 也不會錯 也不會錯 對 它就漲上去了 後來這個東西呢 傳到台灣來了 我們把它進化 傳到台灣來以後呢 那麼 當時呢 我們就很多的這種 就是研究員啊 分析師啊 大家就這個新的玩具 大家就來研究它 結果這個東西很準啊 就一天都不會差 我們覺得 哇 這邊已經太 這個太嚴重了 已經漲得太嚴重了 已經過熱過熱了 趕快賣 對 太熱了 趕快跳出來 那個不要當那個溫水裡的青蛙 趕快跳出來 對 那結果呢 到了民國 差不多 80年的時候 差不多80年的時候 因為在民國79年之前 沒有人看技術指標的 真的啊 那時候做股票的人都看什麼 都看 就聽消息而已 對 就看價格 那個時候沒有K線對不對 有K線 但是 沒有那麼方便的電腦系統 是大家自己在家用手畫嗎 應該說76年以前都會靠手畫 76年以後呢 開始有軟體了 軟體出來了 看盤軟體 那個時候就看那個 看這個電腦了 所以我相信這個 觀眾應該很難想像 在當初沒有K線的時代 就有人可以做股票了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呢 我們做功課怎麼做 就是買一張那個 全開的那個方格紙 對 鋪在地板上 然後自己那邊畫 畫K線 然後畫移動均線 畫切線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啦 那時候就沒有什麼 RSI什麼的 所以永遠副總真的是 活教材啦 老司機 活化石 對啊 經歷了這麼多 他就告訴你 RSI真的非常好用 我們現在回到重點 對不對 RSI背離嘛 它背離呢 其實是在民國80年發明的 台灣人發明的 這全世界第一個誕生地在台灣 RSI背離是台灣人發明的 對 台灣人發明的 因為主力被我們這些分析師修理得很慘 就看到RSI 到這邊賣 主力還沒賣呢 我們就賣了 他受不了了 所以他就發明背離 你賣對不對 我再拉起來 我們直接用線型來看 好 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 這一張圖也是去年的圖 2019年 在2月底的時候 它在這邊見到一個高點 波段的高點 對不對 這時候6日RSI來到多少 90.98 然後你看它回檔整理了以後 再上來的時候 這指數已經到了差不多10600點 指數又創高了 原來是在10400點左右 現在10600點 結果它的RSI 比前面的還要低 沒有過高 指數創新高 RSI沒有過高 沒有過高 這叫熊市背離 這是叫做一度背離 第一次背離叫一度背離 第一次背離叫一度背離 這個在民國80年的時候 是一度背離 只有發明一度背離 結果一年之後 又被破解了 是 就是主力不爽 又繼續股價往上拉 對 然後發明了二度背離 OK 大概在81年到82年之後 我們之間發明的 OK 原來有這一段故事 對 因為我為什麼會講這個故事 因為當初我在講RSI的時候 有一位酸民朋友 他就講說 你懂不懂RSI 你不知道RSI有背離 你說你在直播的時候 對 這個永年副總很喜歡跟酸民那邊 對酸 聊天 聊天交朋友交朋友 對 他就酸你不懂RSI 對他你懂不懂RSI 你不知道有背離嗎 我說我不但知道有背離這件事情 我還可以告訴你 他是什麼時候 在這個地球上誕生 是 OK好 所以二字背離 他這邊到了二度背離以後 那在這裡呢 他還在繼續漲 對不對 那有沒有三度背離呢 沒有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因為沒有辦法 這太緊繃了 可是呢 他做了兩個小背離 就是這一個二度背離裡面 還有兩個二度背離 還有一個二度背離 OK 所以呢 他做一個小背離 變成一個三尊頭的一個走勢 所以到這裡 你還不跑 那就自己看著辦了 對 這個編輯透露出永年副總對RSI的熟悉 除了看絕對數值之外呢 他其實還包含了形態 形態學 對 這個太深了 有機會 有機會再來教大家 對 好 然後呢 這邊跌下來 跌到這裡的時候呢 六熱RSI還跌到17.07 20以下 對 跌到20以下 可以買了對不對 可是呢 大家不要忘了 他還會有背離 所以呢 當他的指數呢 再跌下來的時候 你就看這裡 這裡呢 他的這個 六熱RSI已經沒有再創新低了 這個叫做牛式背離 指數創新低 對 RSI沒有創新低 RSI沒有創新低 所以呢 你在這裡買股票的話 哇 好過癮 勝率就比較高 對不對 從一萬零這個250點左右 就一路漲到差不多一萬一千點 是 就很過癮了 是不是 所以背離用在指數上面 其實這個 基本的這個教學 已經把這個方法交給大家 對 沒有錯 至於形態學呢 就等看 永連副總什麼時候有空 我們再 再來做這個 分享跟教學 但是呢 我記得上一集 第一集的時候 我們聊到的是當沖 對 當沖千萬不要亂沖 一定要看那一集的節目 沒錯 但是永連副總 因為他有練過 他說當沖跟RSI 結合 讓大家做個參考 是 沒有錯 來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這張K線圖 當沖配合RSI 這一張K線圖呢 是5分鐘一根K棒 那時候有講 對要看5分鐘K線 看5分鐘K線圖 看5分鐘K線圖 看5分鐘K線圖呢 用RSI來看 我們用RSI來看 大家看一下 這裡呢 這裡 在這個是今年的10月22號 對 12月22號呢 快要收盤的時候 它跌到這裡 對 所以RSI跌到這邊 指數跌到這邊 RSI跌到這邊 到了22號呢 盤中10點多的時候呢 它指數創新低了 對 跌到12827 12827 比較低 可是呢 RSI沒有 沒有創新低 對 這個是這個 6個5分鐘的RSI 就是半小時RSI OK 沒有創新低了 對不對 理論上你這邊可以買 這邊可以買一次 對 那你如果不敢買 沒關係 再拉回來 它雖然沒有背離 可是呢 你看到 它在一個上升趨勢軌道裡面 所以呢 這裡 變成最後一個買點 RSI所有看型態 也可以畫這個趨勢線 對 你就偷偷 偷漏了一招 又不小心偷漏一招 哇 這個虧錢虧大了 對啊 OK好 那麼 接下來我們再看 什麼時候賣呢 這裡 它是一波 兩波 三波 四波 五波 所以到了第五波 而且呢 它這RSI已經到了93.79了 已經過熱了 對不對 是不是該賣一下了 剛好賣在這裡 是 賣在這個最高點 賣在23號一開盤的時候 對 衝到最高點 是不是 所以RSI除了可以做日線波段 當衝也可以這樣用 很好用 不過記得喔 不要想說 學了這一招就要去當衝 要記得看前一集 當衝要符合五大條件 是的 對 才可以去做當衝 對喔 好 非常謝謝這個勇林副總監 帶來的這個分享 大家記得要按讚訂閱 同時開啟小鈴鐺 今天的金錢戰隊到對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